政府放官部分阻断措施让一些中药行恢复营业 中医师工会指出那些急需针灸服务 减轻痛楚的病患将优先接受治疗 期间也会确保安全距离措施到位 记者蔡清凯报道 自阻断措施实施以来 中医诊所只能提供必要的问诊服务 由于无法提供针灸和推拿等非必要服务 到中华医院看诊的病患 在短短一个月就锐减了大约七成 我们经常就接到有相关的这些病人的一些来询问 那么希望我们继续能够提供这方面的治疗 所以的话这个措施现在放宽了 我相信对这些有需要接受中医针灸治疗的这些患者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喜讯 工会表示一些治疗属于综合性质 所以希望当局也能放宽 让推拿拔罐刮沙等服务恢复 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另外政府也将从星期二开始 放宽让居民在私人公寓的公共空间跑步或散步 受访居民认为这更方便和安全 因为在整天在家里是很闷 二是也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 所以我觉得在开放了这个跑步 是可以有益于我们去锻炼身体的 在公寓里面可能他们如果没有什么出来的话 那不会接触到外面的人嘛 那里面没有什么案例 我看是会比较安全一点 卫生部表示即便政府将逐步的放宽 和恢复某些活动和服务 但是国人还是必须遵守 必要的安全距离措施 减少不必要的出行 并且把戴口罩和勤洗手 当作是必要的日常生活作息 这样才有望的 尽早阻断病毒的传播 星辰媒新闻记者蔡清凯报道